欢迎收看古奇玩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一开盘就往下跌 谁在卖外资在卖 那记不记得昨天我跟大家怎么谈 其实很多事情它都是有征兆的 在昨天一开盘 一开高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整个预估量放这么大 这个量跟尾盘的量你去比一比 开高有人开始跑了对不对 那出现这么大的量 结果它只小涨一点点 这个不合比例 一般来讲这种量出来它一定是开很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提醒会员 今天会拉回 那今天开盘就中抽对不对 很显然又是外资的节奏 它卖了69亿 那我们今天一开盘 我们旗子的空单就做一个回补 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我怎么跟大家谈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张图 我昨天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谈量价关系 我说只要出现1200亿的量 它不是拉回到季线 它就是换手成功 但是连续两三天1200亿 你就要小心对不对 压回 那在昨天这个地方一开盘又是预估量1700亿 外资连续两天都没有买 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 那今天证实了外资直接往下灌压 那我昨天一直跟大家提醒 一直提醒大家 弱势股要卖 没有卖的话 卖一步是慢很多 今天很多股票大跌 操作上你一定要懂得 买卖要灵活操作 那目前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拉回的话 或许你会问 这地方拉回 其实空汤为什么急着回补 一开盘这里我们就回补 那因为我不认为这里会跌多少 整个还是多头的架构 我们来看一下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提到一个 观察多头跟空头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大家记不记得 我曾经说 大盘下跌量说 但是寄线方向向上 你就是拉回找买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 我们讲过很多遍 因为在今年 很多次拉回 投资人都很紧张 尤其是这两次 好像一个头部要出现了 对不对 那最简单的分辨方法 第一个 寄线向上 它代表中线的方向是向上的 那短线拉回的话 你要注意 如果短线拉回是亮缩的 那就拉回找买点 对不对 短线拉回是亮缩的 尤其在寄线附近 每一次都是这样 所以不要太恐慌 问题是个股 对不对 那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看今天 大盘的位置 今天大跌 那一样 季线是向上的 那短线拉回量缩 今天量缩的还不够小 那要缩到多少 最近来讲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量都是缩到多少 800亿 800亿 所以短线拉回量缩到800亿 可能买点的转折就出现了 那为什么那里还写一个不跌 量缩不跌才是转折的讯号 那什么叫不跌 量缩800亿的时候 如果收下引线的话 或者来到了缺口支撑的话 那个地方 它就是量缩不跌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它是不是联系出现 我们这里稍微拉近 联系出现两个下引线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它是量缩800亿 甚至还小一点 那这个叫量缩不跌 这个地方下引线 比800亿还小 这个叫量缩不跌 这个地方800亿连续两三天 然后它来到缺口的支撑区 那这个地方也算是量缩不跌 所以这里压回目前的量还不够小 我们出库先抓800亿 那或者至少你要1000亿以下 量缩不跌 那个转折讯号它就会出现 那另外你还要观察一下 晚上美国的盘市 那美国盘市其实在今天 排股大跌 应该跟周旋人权结算有关系 其实今天道琼 NASDAQ跟S&P500 其实都是跌 但是并没有大跌 并没有大跌 那今天晚上 这三个也是相当的关键 因为大盘大跌了以后 美国股市如果再继续跌 可能台股还会继续往下压缩 那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了一些股票 有包括亚光 包括资源 包括像环金科 环金源今天往下跌 那另外亚光昨天跌停 大家以为外资卖了结果不对 昨天外资是买进亚光 所以今天亚光继续涨 那今天资源上下震荡洗盘 它明天除息 我们相当的看好 那另外像华邦店 那财经连续涨两天 那环金科今天拉回 我们都会一档一档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拉回的环金科 它今天跌到这里 季线在这里 我们上一次切入在哪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接入 在这个位置接入 那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 等于它要拉回我的成本去附近了 那今天比较不好的一点是哪里 它压回它是量稍微放大的 所以操作上这档股票要依什么来操作 依季线 季线跌破射停损 每一档股票你都一定要射停损 这是我的操作观念 我说我的观念是低档买进 低档买进 赚波段对不对 但如果赔都是小赔 那这个观念在今天 环金科这一档股票 你可以去想更重要 你在这里买 所以低档买进 所以你赔不多对不对 它今天在成本附近 那如果你射停损是在这个地方 你这样懂我意思 但是赚的话 你可以赚到一个大波段 那这种教授 如果它往下跌的话 射停损每一档都要这样做 这个叫大赚小赔 季线在这里成本在这里 其实也几乎在成本附近 那当然我一直跟他强调的就是 你不要追价 你今天追价它今天拉回 你就会很紧张 那操作的观念很重要 低档不追价 你很容易赚到波段 赔是小赔 什么叫波段 亚光就是大波段 对不对 亚光一整段 一整段赚了七成以上 成本53块 那目前在今天还在继续涨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环球金它公布季报 第二季赚3.09 这都是符合预期的 它赚钱是大幅成长 那矽金源也是在缺货当中 但是操作上 不管什么理由 该停损该卖 还是要这样操作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资源 资源是我们最近 操作的一个重点 昨天拉回 昨天大盘压回 对不对 往下跌 它尾盘往上拉 是带亮了 那我们建议呢 我们说它先蹲后跳 后天除息 这相当漂亮 今天呢 它开高压回 它明天除息 今天这个地方 其实往上涨 这也是带亮的 好像亮变得很小 其实亮不小 那最主要是因为尾盘这里 这里出现这一根亮 630张的亮 但是并没有跌 这代表什么 你要去了解其中的含义 因为它明天除息 这代表你气息的 你不想参加除息的 我全部买 我全部买 那开盘这里呢 它是亮针往上走的 所以这档股票呢 明天除息呢 我们是蛮看好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像资源 其实这里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法轮一直在买 它一直在买 所以明天除息呢 应该会有不错 那另外它基本面 也相当的好 那另外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华庞电 华庞电今天抗跌哦 今天大半落到八点 它没太热哦 财经呢 它连续涨两天了 昨天涨 今天也涨 你要趁大盘跌的时候 去注意哪一些股票 是你可以留意的 这个才是重点 当然你手中要有一些现金 所以我昨天才会跟你讲 弱势股你一定要卖 卖了以后呢 你才有现金 然后你才可以去卡位什么 卡位未来 方向向上压回的买点 那你要先挪出这些 弱势股的资金 我知道今天大盘一跌 很多弱势股跌得很惨 你要去想哪一些股票 为什么它不会跌 为什么华人一路买 几乎天天买 你注意看 几乎天天买 一路加码 它加码一定有原因嘛 我说过它现在股价 大概44.5 但是它上半年 已经赚了2.7 本益比超低 而且它不是不好的股票 它毛利率高达47% 那从周K线看 它也有一个波段的潜力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重点 那另外今天亚光 大家看到昨天跌停 会觉得很紧张 其实它又涨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亚光昨天是华人也在买 那这两天量说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大家都出场观望了嘛 从这里一路涨 涨了七八成 那剩下谁在玩 剩下法人跟嘎空的嘛 所以我说空头不补呢 它涨势不止 就算昨天跌停 法人还是继续跟你凹 它买进嘛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呢 我们还有一半持股啦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随便卖都赚钱 那我们另外一半呢 是卖在这个地方 剩下了我们涉停利点 那这一档股票呢 目前最担心的是什么 也不是法人 法人成本超低的 最担心的是放空的 是放空的 被嘎空一万五千多张 那这些人呢 其实也相当的血本无归 我只是跟大家谈 如果你看不懂筹码 看不懂量价 这里量说到这里了 这里出现一个洗盘四五个月了 我在这里做一个买进卡位 五十四块 怎么有人会在这里做放空 很显然的 他可能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一档一档讲 我们今天第一段呢 超过太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运达头顾 好看 弄得这啦 吉日起升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到现场 我刚刚看到很多换空的 在亚光低档被擀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放空 第一个这里整理到量 缩到这个地步了 第二个它今年确实是有转机 确实是有转机 然后它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龙圈就一路增加 我给大家 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当初亚光我们是在这里卡位 它一路往上标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起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休息 对不对 我说就算你买的成本跟我一样 你大概涨了一天 涨了两天 这一天你就跑了 可是我们还是续报 接下来涨停板 接下来我们第一次减码 减码一半 第一次减码 涨停对不对 它又涨停 所以空头被嘎得很惨 这里有四天有出现三支涨停 然后继续往上走 龙圈暴震到多少 一万五千六百张 那现在剩下的部分 我随时可以卖 那另外就是法人跟空头 在对嘎 那目前亚光其实它是亮缩的 那我也跟大家谈到 当初在这个地方卫生会去买 因为月线组一个底部区 然后它今年确实它出现了转机 它往上有波段的利润 这样子就是75% 对不对 它转机是什么 车载镜头 那其实现在事后来讲这些都太慢了 因为它已经涨上去了 我只是说放空的人 第一个要小心 那第二个 你要注意成交量 像昨天一开盘 亿估量达到1700亿 这就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为什么在这里买 一定很多人买 因为这里很多人跑 当然很多人去买进 对不对 那这些人又是卡住了 他们失败在哪一点 低档 我一直强调不要追价 不要追价 尤其是赏户投资人 操作股票常常会赔钱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是在低档买进 所以我希望你认同我操作理念的 我希望你跟着我做 我从来没有叫你去追亚光 我只是告诉你 这样的操作理念 我们一档一档做 亚光操作完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操作资源 对不对 那今天一开盘 我们空单回补 那资源呢 表现得很好 那今天大跌九十几点 滑邦店很抗跌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股票 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跟高低价没有关系 跟筹码才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休息一下 最后一段再跟大家谈清楚 运达投顾 灵鹿灵鹿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看一下 彩晶的K线 那为什么 它一路往上走 这两天的大盘在跌 它连续一直往上涨 因为它这个底部 非常的扎实 因为它是方向 开始向上的股票 因为它的量价结构 是兜头的结构 因为它的筹码 是法人在任养 那这种股票 才是值得你去操作的股票 那你手中一大堆弱势股 我昨天跟大家谈过了 该卖就要卖 明天也是一样 当然我知道很多投资人 尤其是赏户 赔钱舍不得卖 卖不掉 所以你必须要养成什么观念 低档卡位的观念 你老是喜欢追价 赔钱又不愿意卖 你会套牢一屁股 你要去找这种股票 或者资源这种股票 或者你跟着我做 我带你卡位 我带你卖 我不会赚个一层就跑 资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 都还没有卖 一张都没卖 我们参加除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当初资源 他第一季 那时候第二季还没公布报表 第二季算 两个加强2.73 他起涨这一天 我说谁在买 谁在买 第二天涨4.4% 再涨4% 就算你跟我同样的成本卡位 你可能 涨到这里就跑了 对不对 我们说这里是波段起涨 不要卖 为什么能赚得到波段利润 因为我知道目标价 它又继续涨 它是又继续涨 这一段就是卉会的价值 第一档卡位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亚光也是嘛 第一档卡位 法人抬轿 这一段七成 怎么赚的 天天买 那你说它会下去吗 那这里谁在买 所以明天主席 我们才会建议参加嘛 不要随便去换空股票 你要换空那种弱势股 弱势股可以换 但是强势股不要随便换空 很喜欢去换空一些急涨的股票 所以很容易被嘎空 雅光就是这样嘛 如果你是放空被嘎的散户 雅光呢 该怎么操作 或者你打电话来我们公司 我再跟你谈 我们看一下资源 当初为什么在这里 35块40块 这中间会切入 因为它形成一个大的底部区嘛 它上半年赚了2.73元 股价40几块 没有合理 不合理嘛 它涨到50几都算合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K线 或者它就往上走了 那如果在这个量 这个天量 它又继续创新高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这里是锁筹码 如果它继续往上走 代表这个是筹码锁住了 代表它还会继续涨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操作的观念 我不是随便喊股票 资源它有基本面 有技术面 一个大波段底部 对对 有筹码嘛 法人在买嘛 那我们做教嘛 那类似这种股票 我是不是一档一档做 我希望你把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种机会 像资源 像这种往上波段的股票 跟着我们操作 我会带你介入一些好的股票 有体质的股票 不是一些阿萨布鲁的股票 把握机会 跟着我们当股手单 有时候慢一天 你可能少了一档股票的一个波段 谢谢大家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